有些民众在买房子的时候会选择找法拍屋 觉得比较便宜 不过要小心产权问题了 一名新北市的王姓女子两年前只花了66万元 就买下了一栋在台北万华五城街的四楼透天醋 不过呢 他其实只买到了透天醋的一半区分 而另外一半还属于原屋主 并且这名屋主呢就住在一二楼 导致王姓女子无法进出 也不能够租给别人 气得一壮够上法院 最后法院判决了 双方如果要使用房子的话 就必须要得到对方的同意 让屋子现在只能够空在那里 位于万华五城街的这一栋四楼透天醋 大门深锁窗户也封住 没人应门 原来是房子被法拍却发生纠纷 一名王姓女子两年前花了66万元 买下这一栋透天醋 却只买到房子一半的池份 另一半池份和土地所有权 还在原屋主之一的陈姓男子名下 两人谈不拢 王姓女子一撞告上法院 讲的条件都很好 他也不要 不然说那这样子我们不能租人家 不然我租给你一个月五千就好了 他也不要 他说我宁愿搬出去 我也不要给你租五千 王姓女子态度强硬贴出公告 不准屋主和他人进入 还要原本住在一二楼的陈姓男子 搬到三四楼 陈姓男子也不甘示弱 表示自己是屋主 住了49年为何要搬 法院最后罕见的认为两人各有一半持份 权力相同判决两人没得到对方同意 谁也不能住 导致透天错闲置到现在 那个你老公 不是啊 一楼二楼三楼四楼 一二三四 你们都有一半的混 这样子 我们才知道 如果说看到比较便宜的案子的话 真的不要间列信息 可能要详细去了解 那因为现阶段的法拍的一个物件而言 他们都会请估价师来去做一个估价 那估价师估的行情 大概都会跟市价差不多 便宜不一定有好货 民众买屋钱还是得多探听 UTV陈清宇 吴佩如 台湾报道